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e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 5th Classroom Exercise 1c 比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Vaisal Part 2 看看深深題 例如圖中所示的兩火 紫樹是相似圖形 第一個紫樹和第二個紫樹 求歪的直 當然,我們第一時間認到一棵大樹和一棵小樹 有沒有對應邊呢? 有, 6 和 9 就是對應邊 這次是題目上高 或者是書上高寫了 是小的在上高, 大的在下面 我們計算的Y Y和12 Y是小的 當然, 12就是大 現在看看整條數 我想計算Y的有什麼頂著我呢? 要殺了這個墳墓 殺墳墓 就會是乘墳墓 左右手乘12 計算Y就會等於8 看看部分B 以知一張卡紙的大小為15cm乘以25cm 問較大的紫樹是否能貼在該紫卡上 而不超出紫卡的邊界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較大的紫樹 我們想知道它的寬度和高度 到底會不會超出這個15cm和25cm 如果題目沒有給你圖 或者給了… 像現在這樣 它給了X和Z 你看得不舒服可以很簡單地 再拿上那幅圖 不要搞事 OK 這樣放在旁邊 你就會看得比較舒服 因為我們想找個高 即是16和Z的比 8和X的比 但由於太重複了 不如我把解決定 為了提理 就是大小調轉了 因為X就會在大幅圖上 X的對應就是8 X超過8 大超過小 因為要遷就9超過6 不應該這樣遷就 X在分子的位置 OK 另外那邊Z也是一樣的 我們計算完 一個X就是12 另一個Z就是24 到底大不大 15和25分別 當然是不大 你可以慢慢說 因為樹的高度小於25 以及樹的闊度小於15 所以就是不超出 你問我整個句子 最重要就是不超出卡字 這句話 OK 如果你未見過這些題目 你可能回答會比較困難 不過我們之前也曾經 講解理由 因為某個數值是小於某個數字 可以嗎? 數值小於數字 OK 我們講過 這次我們有兩個這些數字 和數值的比較 好了 講了三分鐘 有多了 到你做了 請你pause回答 然後回來一起對答案 多謝大家的嘗試 我們審題 即時練習二 圖中所視為兩個相似圖 求W的值 我不怕你看不到 W的對應是5 好 一大一小也不怕你看不到 現在的問題是 要刮一下圖 有沒有一對的 對應有 有6和4 然後我們會 左右手乘以5 W等於7.5 接著看B部分 我們能用一張 8cm乘12cm的子 把較大的圖形完全覆蓋嗎? 試解釋這些答案 OK 大家也有 寬度是5厘的 整幅圖形 但較大圖的高度 我們還未有 我們馬上拆一拆 高度 高度叫做Hcm 沒有辦法計算一下 Hcm 當然有 因為Hcm的對應邊 就是9cm 好 用哪一對對應表 會比較好些 之前已經一早有的實數 就是大over細 就是6 over 4 OK 接著左右手乘9 H就會等於13.5 考慮到較大圖形的高度 就是13.5 已經超出了那塊 爛鬼子牌的12cm 所以不能夠完全覆蓋 這條數也算完了 我理解的 有時候寫這些是比較煩的 不過你要盡量嘗試 找一個 例如度量痕、高度 去跟另一粒數字比較 然後做總結 OK 計算這些我不擔心大家了 多謝大家 拜拜